前面在if里面我们谈到如果条件成立就怎么样 条件不成立怎么样 那到底什么是条件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if里面的例子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那就会执行下面这条语句 那么条件除了这样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条件 但如果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条件呢 其实条件就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如果能够被转换为波尔类型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条件 转换是指隐私的类型转换 比如说它如果本身就是波尔 如果是X 如果是Int 如果是Float 达宝或者其他的这种数值的数据类型 其实都可以作为条件 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首先在讲条件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说关系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有这么六种 第一个就是等于判断两个变量和两个数值是不是相等 A等于等于等于B 这个地方切记不要把等号给漏掉 有两个等号 这个是不等于 碳号加一个等于 小于大于 小于等于大于等于 有这么六个 如果这个表达式的条件是成立的 如果比如说A是跟B相等 那么这个表达式也就是这个条件 它的值就是True 也就是1 在这儿True和1是等价的 完全等价的 如果不成立 那么就是0 这就是关系表达式 它表达两个左右两边的这个操作数 是不是相同 或者是不是大于 是不是小于 这些条件满不满足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表达式是逻辑表达式 关系表达式 它指的是两个操作数谁大谁小的这个关系 那么逻辑表达式是比较是两个布尔类型 它们进行单个布尔类型 或者两个布尔类型 它们进行操作 那么有三种逻辑操作符 第一种是探好 是not 求反 探好A的意思就是如果A是True 那就变成false false如果就变成True 求反 and 这两个and符号 它是A和B的and操作 逻辑的and操作 如果A是True B是True 那它就是True 如果有一个是false 它就是false 这需要区分的是两个and表达的是逻辑的and 如果只有一个and 那表达的是按位运算 就是betwise and 就是 A和B 两个指它的位进行and操作 所以位运算和逻辑运算是不同的运算 两个太好 那就是all 就是或操作 A和B 那么在这里面有优先级的问题 探好的优先级最高 and 就是and操作的优先级要比和要高 这需要特别注意 有的时候我们在写这个表达式的时候 那我们要知道哪个优先级高 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怎么办 一是查手册 第二是加括号 加了括号 括号的优先级最高 所以说括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儿呢 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if 负2 and and true 这样对不对 是对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操作数不是波尔类型 它会转成波尔 就是隐式的转换 负2转成波尔类型是true还是false呢 是true true and true 还是true 这个呢 一个探好就表示囚犯 负2 负2是true还是false呢 先把负2转成波尔类型 就是true 然后加个探好 那就表示它是false 整个表达式就是fals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并不一定是波尔类型 其他的数值类型也可以 这我们详细讲一讲 就说只要这个表达式能够被引试的 转成波尔类型 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条件 我们来看这儿 我们有个变量count 它的值是0.2 那我们这样if count if count 它的意思就是if count不等于0 然后输出这个语句 然后答应这个语句 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 这种做法是不推荐的 因为让你在阅读代码的时候 你容易就说脑子的语句 if count if count是true吗 它有的时候你会潜意识认为 count是一个波尔类型 那么比较推荐的做法是怎么的 你可以直接在这写 if count不等于0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了 另外的 还有常用的一种做法 在后面我们讲指针的时候会讲到 new int 这样 这是创建一个 这样申请内存 创建一个数组 申请一个很强的1024个元素的 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呢 把这个地址附给指针p 我们if太好p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p是false 那么这个就会打印出来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就表示出错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p等于now p是0 那这个条件就成立 它这个后面是完全等价的 完全等价的 因为指针在申请失败的时候 它会返回一个空指针 空指针就是0 它的指是0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写法 当然呢 可读性 还是后面这种可读性更好一点 if p等于等于now 它的可读性更好 好 条件这一部分就讲这么多 1 1 2 2 3